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ECO壁虎推坝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我们首先打开包装我们看一下包装里面有什么 包装里面有两袋东西 一袋是我们的安装包 一袋是我们这个推坝的本体 我们先来看一下安装包里面需要把这个酒精棉片拿出来 首先把原装的这个推坝先给摘掉 摘掉以后清理一下原装的推坝的位置的残胶 以及一些脏的一些东西 我们用酒精棉片给它彻底的清理干净 好 用这个干包 注意这里比较重要的是一定要用这个干包 把残余的酒精要给它彻底擦干 因为如果酒精残留在上面的话 是会影响这个推坝的贴纸的粘贴性能 OK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推坝取出来 推坝取出来以后 这个保护的这个海绵和这皮尖可以直接抽掉 然后把这个双面胶给它抠起来 给它撕开 这双面胶我们用的是3M公司的300 LSE 第一是一种不会有残留的一种双面胶 就是在你贴完以后撕掉的时候 你的推坝会干干净净 上面什么都不剩下 好 撕完了 装的时候要注意 稍微用力把这两端稍微分开一点点 但别太使劲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断掉 分开一点点 往里头放 然后推到底 推到底 上面推到底 下面到底 OK 第一边先粘好 然后我们再把后面这一半也用同样的方式翻贴到位 好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推坝是非常一体的 这一体性能是一体性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贴好了大约过五分钟左右 稍等一等过五分钟左右 那么这个推坝的双面胶就能完全粘牢了 那么这个推坝我们就安装完成了